第五次說到不讓人控訴 影響人,亦不去控訴人 以及如何改變控訴我們的人 我們之前說過的 人有時習慣被控訴 人家說一些話 我們會容易被控訴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第一,人家說我們什麼不好,什麼不行 不用放在心上 第二,耶穌已經除去控訴 所以沒有人能夠有權控訴我們 包括我們自己,都沒有權控訴我們 第三,如何不讓人控訴影響 人家控訴我們 人家說我們沒用,說我們蠢 或者我們真的做錯事 我們就說我做錯事,我求主赦免 請人原諒,神就會赦免人 祂否原諒,我也一樣可以放鬆 我不用被祂影響 不用繼續被罪影響 因為繼續被罪影響 或者軟弱影響就很淒涼 就很辛苦 也要建立自我營養 當一個人有健康自我營養 就不容易被人傷害 健康的自我營養 一方面就是相信神 看重我們,愛我們 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首先建立到同神關係 從神得力 我們有力量 我們人就沒有那麼容易倒閉 會站穩 另外,建立同人關係 懂得跟人溝通 也會沒有那麼容易倒閉 然後建立各樣的能力 侍奉的能力 工作的能力 處理逆境的能力 人就會堅定 如果人只是跟神關係好 但什麼都失敗 他不會有健康的自我營養 當我們靠著耶穌 凡事得勝 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的內心 是更加有平安、有力量的 這個也是很重要 因為有健康自我營養 是不容易被人傷害的 如果內心是很低沉 是很容易被人傷害的 然後我們也說到 不要去控訴人 因為很重要 就是我們裡面藏著善 是耶穌的同在 帶來尾善 這個尾善就發出來了 但惡人在心裡 有很多猛症就會發出 很多惡 也不要論斷人 因為論斷人必備論斷 我們就是用愛心說成實 就是從神發出的 在神裡有的生命流露出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愛心去說 真誠的說話 就算說一些說話 是說出他的罪 我們都會用柔和的方法 就是說 你有沒有想過 你這樣說話有什麼影響 我們怎樣說話 可以更加對人有幫助 更加鼓勵人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用的方法 去引導人 而不是去傷害他 用柔和的方法 如果要改變人 批評、指責是無效的 即是效力是低的 但是呢 引導他、關心他 是更加有效的 我們之前說過這個 首先說多些恩典的說話 以及關心你、祝福你 也都是求主耶穌 這一點就是說 有一個喜樂的心 神做人是本來很開心的 但是呢 慢慢大了、少了開心 我們越有喜樂的心 我們越吸引人 人越容易跟我們做朋友 我們都更加容易影響人的 也都自己得福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盡量在神裡面放鬆 因為神照顧我 神體重我 所以我可以開心、可以快樂 我們就時時更加容易 自己的心平穩、安靜 也都能夠容易影響人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的心 興省的心 也都柔和地說律法的說話 就是說 我們可以怎樣改善這個問題 我們有些困難怎樣改善 探討就是說 好像大家一起去找方法 你還未知道 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溝通 我們家庭關係怎樣可以改善 我們同工的關係怎樣可以改善 引導就是你知道 但是那人還未知道 那你說 你覺得你怎樣說話可以更加好呢 這樣說會不會更好呢 你關心人會不會更好呢 你聽別人說話會不會更好呢 這就是引導 教導就是 即是說 將真理傳給他 但也可以用提問的方法 用問的方法 你想想發揮你的生命 你覺得怎樣可以發揮生命 會不會你關心人多些 你的生命更加好 用柔和的說話會不會更好呢 吩咐就可以說 不是用強硬的 而是說 麻煩你幫我吧 我很開心的 謝謝你 這樣 指責都需要 但我們可以用柔和的方法 就是說 你覺得你今次這樣做 對其他人有沒有影響 你的態度 即是說話有方式 你覺得人們會不會受影響 我們可以怎樣改變呢 這樣 這個也是其實讓他知道他的罪 但可以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我們要分辨 有些說話不是鼓勵 是吩咐 多些依靠神 多些祈禱 這些是沒有錯的 不過這個只是吩咐 如果沒有恩典 只是吩咐 是改變不了人生命的 所以我們需要有恩典 去引導人去改變 右邊就是鼓勵 我看到你努力 你有進步 你有嘗試去改 這個就是鼓勵了 有些人說 那經常鼓勵他是不是會改變呢 我們可以讓他知道 有什麼可以改善的 你覺得你講笑的方式 是否柔和一點會好一點 這個已經是一個教導 然後我們就說 你又改善了 我恭喜你 你正在進步 這個就是鼓勵 但是你說 你記得說話柔和一點 這個不是鼓勵 這個是提醒 不是一定錯的 提醒不是一定錯 不過你經常都是提醒 他就覺得你 是不是我經常都沒有做到呢 譬如你經常見真人 你記住祈禱 你每次見真人都說 你多一些悔改 多一些認罪 經常傳歡 你經常聽到 每次見真人都是叫我做什麼 做什麼 這樣的時候 並不一定是鼓勵人 其實你留意我說話 因為我裡面經常都說到恩典 就算我先詩篇五十一篇 我都是在這裡說什麼呢 神真的將悔改心房 在我裡面 我們一悔改神很歡喜 神是我們一親近祂 就賜給我一個正直的靈 我經常講的時候 我經常講神做什麼 這是我感激的神 我經常想神的恩典 神屬性講道法就是這樣 經常講神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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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恩典 我們更加會有動力去改變 神很體重你的 神關心你的 你一聽從神 神就很歡喜 這樣的方法講 你記得遵從神 你遵從神 你遵從神 神就賞賜你 然後才神賞賜你 其實最好就是 神在鼓勵我們 激勵我們 而我們裡面 聖經說到 溫柔也是很重要的 溫柔不是代表 好像那些電影 那些很溫柔 很性感的女性 就抱著那個 那個男性 那種才叫溫柔 溫柔是心裡柔和 謙卑 心裡面是沒有一種 爐吵激氣 猛症 其實柔和可以在言語表出來 有些人說話 經常都很光硬的 但我們說話可以柔和 譬如說 我都聽到你有不開心 你覺得神可以怎樣幫到你 你想耶穌安慰你 我們幫助人的時候 都是用一個柔和的心 用柔和的心 將他挽回過來 如果有人犯罪的時候 神掛念他 我也掛念他 所以我用柔和的心 好像耶穌柔和謙卑去祝福他 不是一個猛症的心 而用愛心說誠實話 是令到我們能夠用愛心的方法 能夠更加感動人 好了 我們這次繼續說 就是 吩咐和引導的分別 吩咐就是 你祈禱吧 你做什麼 你依靠神 你饒恕人 引導是甚麼 你是不是覺得沒有力量 可以做些甚麼有力量 怎樣方法 用問題問 怎樣方法可以有力量 我們怎樣幫他好些 不只是你要幫他 我們怎樣幫他好些 就是引導他 因為引導 讓他想一想 人是很有趣的 自己想一想 想出來自己的主意 就更有動力去做 你只要叫他 你要做甚麼 他未必有很大的動力 但你引導他 你想想可以做些甚麼 他這樣困難 我們怎樣幫他 那人說出來 是不錯 他就會有動力去做 他這樣得罪你 他這樣得罪你 你可以怎樣處理 他這樣得罪你 他這樣得罪你 他得罪你 他得罪了你 就不只是叫他搖罪了 你可以怎樣處理 你的內心受傷害 你怎樣處理 你的內心受傷害 你的內心受傷害 你怎樣跟他聊天 你怎樣跟他聊天 吩咐就是 你要愛神 但可以引導 神有這麼多恩典 你可以怎樣回應 我想說 這個是不容易學的 我給大家看這個影片 早點看那個老師 其實他學習得很快 他學習得很快 但是一說到恩典 依然是很困難 他錄了一個講道給我聽 可能是昨天錄了 他今早傳給我 我多謝他 他說我貼身幫你 可以用網上電話幫你 你可以傳你的講道給我聽 我回應你 我發覺 他有講恩典 大家聽一下分別 他說 神有這個屬性的 神是憐憫的 那你憐憫人 這句說話沒錯 他也有恩典 神憐憫你的 所以你憐憫他 但是呢 那個憐憫 不是那麼強 就是說那個憐憫的時候 神憐憫你不是那麼強 不會令到人覺得 哇 神真的很憐憫我 我們說的恩典 是讓人看到神的那種美善 就是說 你想想神幾多次幫我們 我們犯了罪 神都一樣感動我們 神一直幫助我們 真是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一犯罪 神立刻罰我們 我們都不行 如果我們一犯罪 神又不要 我們踢開我們 我們都不行 神這麼多次幫我們 我們得到神的恩典 那我們都不會想 有些人其實他沒有神的恩典 我們怎麼去幫他 好像耶穌接立我們 這樣去接立他 我就說多些神的恩典 以及讓人感受這個恩典 這件事是不容易 待會我們在少了時候 會練習一下 就是有個人 你想去幫他 很多人就會說 你記得祈禱 你記得悔改 你要遙書他 就是 只是說出你要做什麼 有時候會加上神的恩典 神遙書了你 所以你要遙書人 這句話 也是有恩典 不過那個恩典是不夠多 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你想想 我們犯了罪犯了幾次 一天犯了幾次 幾次不聽話 沒有全心愛神 有時候生氣人 沒有盡心愛人 沒有愛人如己 神都知道 但是神是耐性 一直幫我們 一直幫我們 神幫我們這麼多次 接立我們這麼多次 遙書我們這麼多次 那我們可不可以 用這樣的心去遙書人呢 那就讓人看到 神的恩典偉大 其實那件事是好的 因為他錄音給我 我就懂得更加去回應他 以及更懂得去告訴你 那個問題在哪裡 即是怎樣的方法是 少恩典 怎樣的方法是多恩典 有些人簡直是沒有恩典的 即是怎樣的 你記得遙書 你不遙書 神就罰你的 這完全是律法 完全是沒有恩典的 我們需要分辨 什麼叫恩典 有些人可能分不到 一說話怎樣有恩典呢 神的恩典就是 那句說話總是有神在前面 我們在後面的 神愛我們 一起跟我講 神愛我們 神幫我們 神接立我們 神幫助我們 神陪伴我們 神加力給我們 全部都是神做什麼幫助我們 這就是恩典 律法有兩大類 一類是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要傳呼音 我們要信耶穌 我們悔改 我們離開罪 我們遵從神 傳呼音 這些全部都是遵從的 另外一種律法就是 神對人 不過是指責 神管教人 神懲罰人 這些都是神和人 不過那些全都是指責 或者懲罰的 那些是律法 有些人 就用律法來鼓勵 推動人 你不悔改 神就罰你了 聖經有這些說話 聖經不是沒有這些說話 不過聖經講到 神如何愛我們先 然後鼓勵我們去聽他的說話 就不只是說 你不聽話 神就罰你了 聖經不是用佛來鼓勵我們 而恩典就是說 神這麼多愛我們 這麼關心我們 你想想多少次 你親近神 立即有平安 我們這麼有平安 我們都可不可以這樣 跟別人一起 關心人 讓我們的愛心影響人 幫助他 這個神就歡喜了 在前往後也有恩典 神如何改變我們 神又跟我們一起 神加力給我們 好了 譬如你要讀聖經 我們可以說 聖經裡面有很多神的應許 這些應許是給我們力量的 你知道一定可靠的 因為世上的人答應你 有時候人 第一 答應你的 他未必真心 他說我會幫你到底 可能他未必幫你到底 第二 他有時候想幫你 但他不能幫你 或者他 我今天來接你 誰知道 交通意外 他不能來 有時候他想 但他不能做 但是神 他答應了 他不會因為交通意外 不能來 神是很不同的人 他一定能來 所以聖經答應 一定能做到 這個 我可以告訴別人 神一定能做到 你看看聖經有多少應許 我們看聖經 觸實你的應許 神一 神歡喜你 觸實你的應許 為甚麼呢 神不會說你要脅我 你一定認罪我 我一定捨臉你 你要脅我 我們說 神啊你答應了 我就觸實你的應許 神歡喜我們有信心 所以那兩個人 耶穌稱讚兩個人 一個是嘉南的婦人 她說甚麼呢 她說 是狗 即是主人 他不會吃 即是主人不讓他吃 主人的食物 兒女的食物 不會讓狗吃 不過狗都會撿地下的食物 跌下來的那些 耶穌稱讚有信心 即是 那麼多應鏈都很好 第二個就是伯父長 伯父長說 你不用來我家 因為 你一吩咐 我的人就會好 因為 我自己是管理人的 我叫他去他就去 我叫他來他就來 你同樣 你一吩咐 這個病就會好 這就是信心 他知道神一吩咐 耶穌吩咐 立即有能力 所以耶穌立即稱讚他 他說 這樣的信心 我在以色列都沒有見到 這就是信心 聖經就給我們很多應許 我們觸實這些應許 我們就有力量了 我們要分辨 有時候跟別人說話 現在我們說到 我們不要怎樣批判人 怎樣說話傷害人 因為人有時候會容易批判 或者是人身攻擊 兩種不同的 批判是甚麼呢 批評是甚麼呢 批評他做的事 或者是批評個人 但是人身攻擊 是直接貶低那個人 譬如說你做事很慢 都是說他很慢 但是呢 直接批評這個人沒有價值 你智商很低 你低能 譬如說 批評有時候是批評事 也有的 即是說你做事做得那麼差 那麼不好 即是有兩種 一種是批評事 一種是批評人 批評人是比批評事更強烈 譬如說這個做得不太好 這個是批評事 批評人是說 你做事真的做得不好 好了 貶低他就說 你做事也做不到的 你永遠都做不到的 這是最強的 那我要分辨 因為為甚麼呢 因為真的有些人 他是說話 他就不知不覺 很容易會批評 和會貶低的 我們要分清楚 你做事很慢 這是批評他 但你智商低你低能 這就是人生的攻擊 你學完又忘記了 那你批評他 但你真的難以扶不上壁 即是你學都學不到的 這次講完 那次又不記得 你真的沒有記性 第三 講極你都不改 這是批評他 而劣根性 就是你的人的劣根 你的根是劣的 第四 幫你也沒有改善 有些人說 幫來幫去也不改善 直到批評人生攻擊他 你沒有用的 為甚麼我講這些 讓大家留意到 我們有沒有有時有些說話 是批評人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試過輔導夫妻 我說 你們儘量用正面的說話 恩典的說話 你現在練習一下 我就說 你試試練習處理一個問題 那就試試練習 在過程中 其中一個 譬如我 你試試這樣做 另外一個 你會怎樣回應呢 另外一個 我跟他這樣說 你試試說 柔和一點 好嗎 另外一個說 他做不到 他立刻就批評他 那個聽者 立刻覺得 你都不相信我做到 我怎麼會做到呢 這個就是貶低了他 他做不到 他沒有用的 這句說話令到他放棄 我們明白 原來這些說話 可以這樣 令到人沒有力量 第五 你都不會跟別人相處 這個人 然後這個人 你沒有人緣 你黑人爭 你這個人 你甚麼都要說話 沒有人喜歡聽你說話 然後第六 你表現得不好 就是你做事做得不好 但是人生攻擊就是 人人都少看你 沒有人喜歡你 這個人真的 人人都不想見到你了 他真的覺得 哇 極度的貶低 雖然你們 我相信多數 你們都不會說這些人生攻擊 不過我讓大家知道 能夠敏感到 原來有時候 我們都會做一些這樣的說話 說一些這樣的說話 那就要留意到了 或者有人說這樣的說話 你知道他正在攻擊你 你就不要放在心上 第七 你都不聽別人說話 然後再嚴重一點 你這麼固執 你又無藥可救 你簡直是別人說甚麼 你都沒有用的 這個第八 批評人 你沒有祈禱讀經 人生攻擊就是 你都不接 神都不接 你祈禱你祈禱也沒有用的 真的有些人這樣說 好像你這樣 你祈禱也沒有用的 那個人聽到 他會覺得 哇 我連祈禱也沒有用 那我做甚麼呢 好 另外就是 對比 貶低人 還有我們可以跟別人說 神體重理 第一 你反應遲鈍 這個是貶低人 神體重理 雖然你學習得慢些 不過神可以改變你 你會越來越學得快 神提升你的能力 這就是神體重的恩典 第二 貶低人 你學都不懂 這個說話 有時人就會用這些說話去幫人 他以為這樣去幫他 有心機學習 但誰知道不是 你學都不懂 他不是會有心機學習 他會更加沒有心機學習 但我們可以說 神能使餘絕的有智慧 神可以提升你的 你越親近他 他就越提升你 你就越有能力 這個就是恩典的說話 去鼓勵他 第三 貶低人 你不相信 真的聽你說話 很不舒服 但是用神體重人 就是神耐性幫你到底 雖然這麼難搞 神都會幫你 一直幫到底 永遠幫到你到底 第四句 貶低人 就是被你激傷 你真是 哎呀 很激氣 有時人不是說這句話 而是表情很激氣 他一說一句話 表情很激氣 就表達這種被你激傷 而我們可以用神接納你 雖然我們不夠好 我們需要改善 神都接納我們 提升我們的 第五 你令人覺得厭煩 這句話都是貶低他 然後呢 神接納愛我們 將我們變為可愛 你越來越變得可愛 神可以改變你 令你 看到別人跟你一起相處 都會覺得開心 貶低人 你不值得幫 即是幫極你都沒有用的 但是神體重你呢 就是神體每一個人都是寶貴的 神願意提升任何人 即是我就鼓勵大家 用恩戀鼓勵人 留意自己有沒有貶低人 有沒有只是吩咐 有沒有只是批評 而是多些用欣賞的說話 和神給你的潛質和幫助 去提升他的生命 好 那些人很難改變 有些人真的很固執 很難改變 那怎麼辦呢 第一 聆聽他們 了解他們的狀況 他內心世界都難了 有時他有什麼原因 為何這麼難改變呢 有時可能他的習慣 被人傷害很多 被人罵很多 所以他很難改變 或者他內心世界是很亂的 有些人的內心世界 是很不平安 很亂 很多問題 你了解了 我們了解了 就不是去踩他 哎呀 你的心真的很亂 很煩 你裡面很繁忙 他聽完 他會覺得很辛苦 我們聽到可以怎樣說 我聽到你 你裡面 也有很多問題 在影響你 你也有些事情未能解決 有些不開心 儘量找一個柔和的方法 去跟他談 但是 看別人 有些真的連這些話都聽不到 都不能夠聽到入耳 我們看分辨 但是 在這些位置 他說出他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回應他 譬如有些人很懶 他懶的時候 你不要說 我看到你裡面很懶 而是說 我知道有些不開心 我知道你看到事情 有些不開心 我們想想怎樣解決 好不好 我知道那件事 令你不喜歡 因為那件事 不合你心意 令你不喜歡 都說出他的心意出來 這樣他會舒服一些 第二 接納他們 讓他們覺得有安全感 就算他真的不好 即是真的不好 有時覺得很難接納 我們不是接納他做的事 是接納他這個人 他是有機會有潛質 神可以幫到你的 這個就是接納 第三 引導他了解他的狀況 即是他的狀況 有些甚麼 譬如他都是被一些人影響 他的情緒都是很難管理到 但怎樣說法 我就可以用的方法 就是說 似乎都有一些東西影響著你 似乎你都很難睡覺 因為很容易想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是不是這樣呢 讓他了解他的狀況 然後你想不想改善呢 就問問他 第四 引導他去想一下 有甚麼方法可以改善 去想一下有甚麼方法 問他可不可以 向他提供其他方法 然後 第六 就是把這個球交給他 讓他負責 這其實是一個輔導過程 這裡所說的一個輔導過程 讓他負責 即是說 譬如他很不開心 他每次跟你說不開心 我們可以問他 你不開心 你想不想處理呢 想不想得幫助呢 想不想提升呢 責任交給他 有甚麼可以做呢 上一次有甚麼可以做呢 用動力四點鼓勵他 這動力四點希望大家記得 第一 神是全能的 甚麼都做到 第二 神是愛我們 很體重我們 第三 親近他遵從他 遵循他 必定蒙福 第四 不聽他話 不遵從他 犯罪一定不好 神是掌管一切 神又愛我們 體重我們 一聽話 神就喜悅了 就算有杯涼水 神也喜悅了 但是 不聽話 一定有破壞性 那你想做甚麼呢 這個動力四點 第八 就是欣賞他任何小改變 不背著他的 但他不改變 由他 我們引導他 這個就是 那個人都肯改變的時候 你逐步去幫他 但是他完全不肯改變 可能你只是 接納他 欣賞他 或者令他開心一些 舒服一些 希望 我們的善意 令他有改變 有時有些人 可能去到中間 你覺得 你的內心 是不是很多時候 不開心 睡不著睡覺 他說是 不過 一說到甚麼方法 他又不肯去做 我們起碼去到這一點 他都知道 他現在被一些影響 你可以這樣跟他說 你都知道 現在你原來被一些情緒影響 你可以怎樣做呢 希望他去想 有時未必去到下面 但他去到少許 我們就那少許去幫助他 另外就是 處理人的問題 其實我們這次說到 如何不去批判人 不要被人批判 亦都不去批判人 有時有些人真的得罪我們 聖經的教導 在馬太十八章 就說到是怎樣呢 就是單獨跟他說 指出他的錯 指出他的錯 當然不是要罵他 很挖雷錘 讓他知道當時發生這件事 想讓他知道 當時這件事 我聽到 你覺得我會有甚麼感覺 你覺得這件事 你怎樣看法呢 譬如他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我們都可以讓他知道 這是一個問題 讓他知道悔改的心 譬如那件事 當然這個得罪 應該說是值得去處理的事 因為有時有些人 事實上你從頭到尾數他 有很多問題 他的態度很多事情都不好 你要逐樣跟他說 你今天進來沒甚麼表情 你又不笑 你又不招呼 我們招呼你又不招呼 你甚麼也跟他說 即是說不完 我們不是要處理人所有的問題 處理不完 就算夫妻也是 有很多事情他做 你無法改整個人 是你覺得那些需要改的 我們先跟他說 這個說到得罪你 當然是說到一些 真的需要去處理的事 如果那件事真的很輕可 我們都不是需要 每一件事都拿出來的 這裏說到一些需要處理的事 我們需要跟他說 然後他不聽的時候 就帶一兩個見證人 再不聽的時候 就告訴教會去處理這件事 這些通常說到甚麼 那些人真的犯罪 譬如說 來到就 只是向別人借錢 又不還錢 又不負責任 又騙人 只是追女生 或者追男生 只是做這些行動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處理 這樣的情況 才會看他如外邦人 如果他只是不開心 我們不會看他是外邦人 即是他處理不了 他是軟弱 軟弱和故意犯罪得罪人 傷害人 是兩回事 但我們知道 有人做錯 不是去背後說他 不是去整群人 一起去說他 而是一個跟他說 這也是一些原則 但當有些人做得不好的時候 我們怎麼不去批判他呢 這就是剛剛說的動力 我們不再說了 這裡有一個例子 因為有人曾經傳給我的訊息 講到回應人 和人聊天 對方就說 你先看看左邊 這裡左邊 他說 與其不斷憂慮 我就選擇學習成長和改變 這個人 綠色的 就是一個人嘗試跟對方談 對方就說 你分享一下 因為他覺得對方有點憂慮 他就跟他說 與其不斷憂慮 我們選擇學習如何成長和改變 你分享一下 他就說 第一 改變不要那麼容易被人影響 其實這個方法已經很值得 這個方法是值得的 我就不會用這個方法 你就想想 那些人有沒有影響你 為什麼你會被他們影響 什麼方法去處理 我會這樣的 不過他就用這個方法 他說 那個人回答他 我跟他聊天也沒有用 他說 你不要那麼被人影響 我聊天也沒有用 但這個人 沒有聽他說話 繼續說第二、第三 就是建立情緒 情緒穩定 建立健康自我形象 他在後面也沒有 因為他一直下去也沒有 他傳給我 因為他跟我說 他跟那個人溝通 產生的問題 我跟那個人聊天 我問了他可不可以放上網 大家可以看到 他說可以 因為沒有提名 你都不知道是誰 這裏是一個例子 就是 你說了一句話 那個人聽完回應你 但又沒有回應他 自己獨白 只是繼續教導 這樣的時候 這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我們只是想 怎樣的方法 你知道他的狀況 我怎樣引導他 知道他的情況 引導他找處理方法 你想不想改 又引導他找處理方法 這就是一個智慧 怎樣去幫助人 去面對他的困難 而不是用挖擂槌 或者不聽他的方法 好了 我們最後講到 怎樣回應那些批評 和貶低我們的人 即是說 有些人 他是每次都這樣做的 會容易貶低我們 這些人怎麼處理 第一 就是我們聽他說話 雖然他說的話 有時候不適合 聽的了 我們就不要那麼快 那麼多話說 慢慢的動路 因為你越快動路 就越後果越嚴重 那麼我們自己又想 自己有沒有做錯 譬如他得罪我們 我想想我自己有沒有做錯 前面說的 之前我們說的 就是處理內心的 這個是說處理 實際的這個人 那些批評我們的人 我們怎樣去回應他們 那麼 我們自己有沒有 是做應該做的事呢 有沒有聆聽 有沒有關心 有沒有聽他說話 因為聽不到 還有回應他的感受和需要 第三 在行動上 有沒有對方好 愛他 接立他 有沒有處理兩個人之間的問題 即是中間有沒有問題發生 第五 有沒有批評了對方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他說了說話 也試過好幾次 有些人傳他的對話給我聽 我就問他 他說 有個人 很難搞 他又傷害我 我說 你傳你的對話給我聽 好嗎 給我看看 他就傳給我 那他就說了什麼 你什麼 那些批評的說話 你這麼沒用 然後對方就很大反應 他又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原來講的說話 你這麼沒用 或者你 那些都不懂得進步 你都沒有改善 他不知道這些說話是批判 他不知道這些就是 你擊傷人 所以我們都反思 我們有沒有擊傷人 有沒有愛他 第四 有沒有處理兩個人的問題 有沒有批評他 第六 有沒有跟別人比較 譬如說 人家那個那麼好 你都學了也不懂 這些我們需要留意 如果我們都是這樣的說話 一定會令人很不舒服 有沒有令對方難受 或者傷害對方 我們分辨 有些人傷害我們 我們分辨他是聽不聽意見 有些人是不聽意見的 那些不聽意見的人 其實可能你跟他相處 這麼久都不聽意見 是很難改變的 不聽意見的人是怎樣 是固執自以為是 是覺得自己是話事的人 他是老闆 或者他是一家之主 他是哪個領袖 他覺得他是不會聽別人說的 第二 他覺得接受意見 就代表自己的地位被挑戰 即是說 我接受你的意見 即是說我做得不對 他不可以接受這件事 第三 提議他改變 可以帶來鬧交和破壞關係 有些人你跟他提議改變 他跟你鬧過的 第四 分辨什麼嚴重的問題 才需要向他提出 即是有些人是很難 你不能夠 因為他整個人說話 那些都是吵架糟糕 挖雷錘的 你要處理的時候 你逐樣處理 實際處理不完 那麼多 所以有些真的很嚴重 譬如那件事 影響得很嚴重的 你先處理那件事 即是不處理那件事 是不行的 那件事一定要處理 譬如說 很簡單 他開火 不用關火的 這件事一定要說 他有很多其他事都要處理 不過這件事一定要處理 有些必定要處理 那些也要處理 希望能夠愛心改變他 希望愛心他會改聽 有些人聽意見 他願意接受新的意見 他覺得接受意見 不代表自己沒有價值 即是說你給他意見 不代表他沒有用 也都需要智慧和柔和態度 來提議改變 即是我們提議改變 都不要挖雷錘 柔和的方法 智慧的方法 引導他 你覺得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怎樣改善 也都分辨什麼問題 才需要向他提出 都不是什麼都說了 因為每一個人 你如果數他的弱點 一定會有 那你逐樣逐樣說 人家真的怕了你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能夠改變 另一個人 完全變為完美 我們不是要把人變成完美 但有些是傷害人的 我們是需要處理的 而目的是盼望能夠提升他的生命 這裏是什麼呢 分辨有些人能夠改 以及改到多少 很簡單 兩夫妻結婚 男性通常來說是 鱉匪一些 善亡一些 忘記一些東西 多一些 那我太太總是期望他 好像他一樣 是很難很難的 即是他 他根本沒有可能 他不能做這些事情 這個就是 我們原來 明白這個人 他的性情是這樣的時候 有些事情 我們都不能夠期望他 好像我們一樣 事實上 期望人 好像自己一樣 一定會失望的 即是任何一個人都是 如果我期望他 像我一樣 神不行 你有什麼改善 我覺得是 感謝神 歡喜快樂 不用一定是完美的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不是完美 是神幫我們完美 不是人能夠幫到我們完美 可以對批評或者貶低我們的人 說一些話 譬如那個人踩你 他踩你 那怎麼樣呢 有很多人的方法 就是跟他鬧過 鬥過 但是有時候他甚至說 你做了這樣的事情 對不起 雖然他多錯一些 我少一點 都說對不起 我都試過 有時候我做錯一點 我都跟他說對不起 多謝你提醒我 他沒有你扶 多謝你提醒我 我會留意 好 我下次留意 請你教我怎麼做 他說你做的都做不到 你教我吧 你告訴我怎麼做 他真是奈你不合 氣不親你 請你告訴我 坐在哪裡 他說你錯啊 你錯啊 坐在哪裡 你告訴我 有些地方可能 我們分辨的 有些事情 都不一定跟他辯駁 譬如他說 我覺得這是錯 但那件事 真的不是很重要的時候 我們看情況 是否需要跟他解釋 我可以問我 我可以怎樣進步呢 你覺得我能不能做到 譬如說 你經常都做不到 你可以問他 你覺得我 你以為我努力做不做到 都做到的 我下次努力一點 讓他知道 有些放心 我也會努力的 我會努力的 多謝你了 有時候我們都要這樣說 譬如那個人跟你說 你做工做得這麼慢 譬如上班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我不能夠這麼快 完成這麼多工作 我太多了 我們都要告訴別人 我做不完這麼多了 我處理不了 但就不用 不要加上批評 不要說什麼 你給我這麼多事情 我做怎麼做這麼多 那就加上一個批評 我們要分辨到 什麼時候是批評 你給我這麼多事情 我做不到 那就批評 你給我太多事情 但我說 我現在做不及了 請你們原諒 給我多點時間 我做不及了 這句話都是智慧的 我的意見不同 我的意見不同 是不是 我全部要跟你的意見 譬如老闆跟你說 全部這樣做 可能我覺得 譬如有另一個方法 好了 我的意見跟你有不同 那是不是你想我 全部跟你的意見 老闆說是 如果他是老闆 那你就跟他 因為他是老闆 如果夫妻 或者是同工 我們就可以大家討論 那可不可以 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做法 都可以達到某程度的後果 都好不好呢 這些是智慧的方法 這裡我是說一些智慧的方法 而不去衝突 去討論一些大家有衝突的地方 最後就是用幽默的方法回應 例如他說 你很笨 很懶 是的 我是很笨 有點笨 這樣 他來理不何 你跟著加一句 我都會努力的 多謝你提醒 我是笨一點 對不起 這樣 激傷你了 這樣 有時候也要耐力不佛 我知道 我先說了 怎樣改變那些難於改變的人 而我們真是改變的人 都是心裡柔和謙卑 聖經說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怎樣承受地土呢 怎樣承受地土呢 是否有間屋 這個地土 其實是說到 這個地 這個世界就是你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經文 不是說你溫柔就會有屋 不是你就會有地土 有一塊地是你的 而是說 這個地是屬於你的 是你可以影響 神會給你能力權兵 可以影響周圍的人 這個地就是你的領域 我覺得那個意思就是這樣 即是一個人 溫柔謙卑是有福的 而連率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必蒙連率 這幾堂都說到 要處理生命 處理各方面的人的問題 總括來說就是什麼呢 第一,不要被人傷害 不要被人擊傷 不要被人弄到自己 好像沒有希望 受傷害 很淒涼 這些情況 我們第一,不要被影響 第二,我們深信自己很寶貴 建立自我形象 在神裡面我是寶貴 我真是建立 有進步 有事不用完美 我真是建立和人關係 真的有進步 我做事情是有進步 雖然未必是完美的 我又從神得力 我從人關係又有改善 我逆境之中 我也有能力對付 我們正在進步 我們正在進步的人 我們可以因此而開心 有安全感 我是寶貴,我是重要的 別人控訴我 不代表我沒有價值 有些人被罵一次就倒閉了 甚至去跳樓 其實有些情況 為什麼會跳樓呢? 男朋友說 我不要你了 不要你而已 全世界不是只有一個男人 但是那個女人可以去跳樓 好像她的價值在這個男人身上 其實就是因為她沒有安全感 就好像她的價值在這個男人身上 其實是很笨的 那個人也不愛你 但是為什麼你的價值放在她身上呢? 她明明都不愛你 那麼我們的價值應該放在神 她是愛我們的 另一方面我們不受人影響 另一方面我們就說說不去影響人 說正面的話 不說負面的話 去引導人 去… 那些引導的方法 你可以聽回的 怎樣引導 怎樣去輔導她 去問她 簡單來說就是說 譬如你覺得那件事有問題 你覺得你想想改善 這件事有沒有影響你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 用這些方法 但有些人受不了 我們只能夠善待她 希望她能夠改變 這個是我們批評的方法 用引導的方法 然後最後也要處事 就是我不讓她傷害而已 她天天… 譬如洗完會 整地都是水 我都要處理這件事 她又開火又不關火 開門又不鎖門 就是不鎖門 是要處理的 這件事一定要處理的 那這個怎樣方法處理呢 就是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不是傷害她的方法 就不要說 你這麼老懵懂的 你經常開門又不懂鎖門 那些東西被人偷了 結果是罵大膠而已 那也有很多老人家 因為她真的有些失憶 有些兒女說她 以後她覺得兒女經常害她 那就是因為有些說話 令她有對立的情況 我們怎樣處理這件事 而沒有對立的情況 我們一起起床 祷告 求主這次給我們智慧 怎樣面對難處理的人 怎樣面對批評我們的人 怎樣不讓他們影響 而能夠用柔和正面的方法 听说天父,我们多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柔和谦卑的神 你是很温柔地用圣灵感动我们 当我们犯罪软弱的时候 你感动我们 你不是用骂我们踩我们的方法 你是时时恩待我们的 是一位慈爱的神 是一位美善的神 多谢天父 有你真是好 神有你真是好 神我们有你是有福的 求主帮我们心里 时时有耶稣的同在 亲近神 耶稣居住在我们心中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 就发出善来 让我们心里因为耶稣照顾一切 我们就轻轻松松了 耶稣照顾一切 帮助我们就轻松了 我们就选择不用强硬的方法 选择用柔和的方法去处理事情 用柔和的方法跟人相处 也都用智慧的方法 跟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相处 如何处理事情 求主带领我们 在这一阵子求主帮助我们反思一些 可能令我们激气的人 或者很难搞的人 求主赐给我们 带领 给我们智慧 这一阵子我请大家 安静一下 讨告 就是有些人 你觉得很难相处 很难沟通 那你有什么方法呢 如果你想办法 待会我们可以在小组的时候 拿出来讨论 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 大家去求问神 我怎样可以处理这个 比较难相处的人呢 请客天父 我们多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由主思恩 赐给我们智慧聪明 赐给我们柔和的心 让我们能够在人际关系上 得性有余 有美好的见证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